俄乌战争自2月24号爆发至今 已经将近一个月 战火连天炮弹横飞 平民老百姓不得安生 更可悲的是 现在就连死也无法入土为安 在乌克兰其中一个最严重的战区 马里乌波尔 当地居民就只能将死者草草葬在路边 他们期待和平之日 可以为死者另取一个有尊严的容身之所 这里是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 马里乌波尔 战争之前 马里乌波尔是顿涅茨克州最大的工业中心 但俄乌交战之后 这里就变成第一线战区 炮火将百姓安居乐业的城镇轰炸成废墟 俄罗斯不断加大火力 让基辅失去通过马里乌波尔 进入亚素海的通道 战争期间 死在炮弹和枪口下的平民百姓不计其数 但目前当地各项生活机能停摆 尸体根本无处安葬 更遑论要留下墓碑 墓志明 联合国人权组织星期天表示 截至当地时间3月19号 乌克兰至少有902名平民死亡 1459人受伤 但实际伤亡人数肯定远远超过这个统计 当地失衡遍野 处理不当可能引发严重的传染病 人们只能自救 以万人种的方式集中埋葬死者 最可怕的是 战争下的百姓死亦难 生亦难 马里乌波尔断水断电 尽管数千人通过人道走廊逃离 但至今还有超过40万人坐困围城 只能躲在地下室 靠着仅存的粮食 惶恐度日 战进优势的俄罗斯军队 会要求乌军放下武器投降 避免当地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 更声称可以保证百姓安全撤离到莫斯科避难 然而乌克兰方面的最新宣布是 俄罗斯在当地时间20号 炮轰了当地一所容纳400名难民的艺术学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 以色列目前正在努力安排俄乌谈判 并暗示谈判可能在耶路撒冷举行 马西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